電競教練 歡迎收聽電競孔子的直球對決 那今天這一集的這個主題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原本是要聊這個電競教練之路 可是因為有這個另外一位來賓臨時感冒 所以我們就變成了這個另外一位來賓的專訪 那這位來賓呢我自己覺得他在我的這個賽評生涯 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那他就是現在在DCG擔當教練的Hana 大家好我是DCG的副教練Hana 對因為我們原本今天是兩個人嘛 就是要訪問兩個人 原本可能我們就是專注於聊教練這個 那因為我自己也有當過業餘教練 所以原本可能可以聊很多 那因為今天只剩你所以變成專訪OK吧 可以啊可以啊 對因為我跟Hana從17啦 1617啊 對我們從學生時代就認識了 然後老觀眾都會知道我跟Hana以前是這個隊友 其實我可以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們以前打的是校技杯 對啊那時候有一個東西叫做 校園排行榜你還記得嗎 還記得 因為那時候我在大學找隊友的時候就是靠那個找 可是那時候Hana他沒有在上面 然後他你不是在那個剛出道的時候 大家都說你是什麼電競臥龍嗎 其實他在求學時期就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找你找了一陣子 然後你我那時候聽說你也沒有很想要打 我們那時候的比賽是為什麼 其實高中就可以打職業 你高中就可以打職業了 對就是TSLSL 然後那時候其實說真的就是 因為產業嘛那時候TBI還沒奪冠 然後產業其實說真的 還好 還好就是政府啊 還有就是那種電競產業看起來像騙人的 好好好很好很好 所以還是繼續就是留在出一圈吧 沒有去打 然後大學就是有那個排行榜嘛 對 我記得後面是因為在迪卡看到你你PO文嗎還是 欸我有點忘記了 我有忘記是你還是中路PO文 然後因為前年你們不是有打 你有打難是單挑賽的冠軍 對對對 那時候就知道了 所以那時候也是就想說 因為校內的因為我是資訊的嘛 然後那個電競社的社長是我們班的 所以我只要有校內的比賽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繼續去校內玩看這樣子的 對因為我那時候 我欸好像真的是 不知道是我還是柏睿 就是我們那個中路 發那時候可能還有FV的社團 就是我們可能是有個什麼健行人 之類的 然後還是什麼D卡 我忘記怎麼找到你的 因為找很久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缺一個AD 然後找到你的時候 一開始聽說你還沒有很想要打 後面接觸到你 也說你就把校內的打完就好 你沒有想要打到外面的比賽 就跟我前面說的吧 就舒志全 就是想說校內的玩一玩 然後你後面變線下嘛 去打整個校幾倍的話 我就不太想 那你最後改變的氣勢是什麼 就是我們趕牙子上下 因為我們校內冠軍了 所以我們就一定得打外面了 就是這樣打的之後感覺還不錯 這樣獎金還不錯對不對 就感覺還不錯 然後就繼續打下去了 所以你會覺得你最後 你最後 打職業是我們可能 間接找你打比賽 有點推波助然 讓你就慢慢對比賽產生了 這個興趣或熱情嗎 算有一點 對因為主要我們那時候的訓練 不是都是各玩各的嗎 我們也沒有在 我根本沒有在團練 對啊我們都沒在打訓練賽 就是各玩各的 對 然後就是 可能自己爬分 或者自己打NG而已 對啊 然後就是比賽的時候 我們還記得我們是真的 校內的那個網咖時候才見面嗎 還有線下的時候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你們長怎樣 對 所以我們就可能很多人都在網咖外面了 然後都在想說阿他到了沒 對阿只有你 那時候我可以一眼認出來 因為 就是你的名字跟你本人比較像一點點 對 很像 因為那時候那個 胖哥還沒有那麼瘦 然後 我們中間打了很多比賽嘛 就校際盃冠軍 然後我們 因為這個 去了中國跟韓國比賽 對啊 對然後 又有打那個六都 我們是那個 第一屆桃園的冠軍 嗯 對然後 我覺得可能間接打那麼多比賽 也讓你的這個知名度 可能在打職業之前就是 越來越多人認識你 因為你原本就是個路人王 對大家都知道你是誰 然後也知道 呃可能之前有別的隊伍找你 然後你也都不打 然後後面你就 呃還是出道了 就是從JT那邊出道 但你一開始 打的位置是打野 跟你一開始可能我們打比賽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你那時候會感覺到很不適應嗎 之類的 其實就是 呃 有協調過 但我覺得隊伍需要的話 其實可以去試試看 畢竟我每條路都會玩嘛 然後那時候就去試 只是其實 其實狀況沒有到很好 就是 你也知道嘛 新人 然後一堆老選手的時候 就是 其實你很多想法 但你不太會表達 然後 就是讓隊友去帶 但你讓隊友去帶的話就會變得很奇怪 那你會覺得 那時候出道有點 倍感壓力嗎 因為你也算是 就是 如果我們以現在的年輕選手來看的話 就是 大家可能也會聊到就是665這個選手 就是在業餘時期大家就都知道他是誰 然後 表現的也 會讓大家期待 因為畢竟 你從以前LX到現在PCS 就很久都沒有出現 可能大家 有這個 呃 覺得有希望的新人了 那你可以算是在之前 可能大家要把你塑造說 哇你這麼難請啊 就是 哇要 找半天你才願意出來 你那時候會因為這件事情感到有壓力嗎 其實當下 沒有 只是後續的話有點煩 你這樣 你會看社群是不是 我本來就會看 你會看嗎 主要是有點就是 那時候不是大家都猜嗎 就有在猜燈名 什麼大悟新人四個字 喔 我剛剛被害 我們那時候在韓國比賽嘛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當下就知道 你們那時候有看那個報道嗎 然後你們有問我是誰 我雖然知道是我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們說 你那時候是怎樣有簽約 是不是不能講 還沒 還沒簽 但我確定會去 就是我一回來我就會去 那別人視訊這樣子 嗯 然後我是真的我們從韓國回來 然後在學校我才跟你們說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我還想說 欸我們有沒有機會再打 就是可能再打一年夏季北連霸這樣 可是後面 就聽到你要去打職業就覺得 喔也好 因為我覺得 學校的這個賽場已經是不 不屬於你的等級了 就是你沒有必要留在這邊 然後 可能跟我們打這個小比賽 就是 講難聽一點就是 就是智慧而已嘛 我覺得嘛 對啊那 你第一年去打職業因為 因為 我剛前面會提到說我覺得 我的這個賽評之路有一部分的成功也是源自於你 就是 我拿到了單中冠軍 可是那個時候我還不是賽評 我是拿到之後我印證上賽評 可是那時候也沒什麼認識 因為你是新人嘛 你就是個Nobody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可是就是因為有打校技杯 然後大家會 對你這個人又有一個 呃 你會有另外一個標籤 然後我就是一個校技杯的冠軍 所以大家就會認識你 可是我自己 智刃我覺得拿到那個冠軍 就是因為你太強 而且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 我不打職業也是因為我看過你的操作 我這輩子可能都不會跟你打拼 然後 你出道的時候又一開始打得不是很好嘛 然後又被罵那些 然後可能你自己又愛看社群 就可能 又多多少會影響到 但一開始其實還好 一開始其實還好 因為我對你的認識 你好像不是一個會受影響的人 要看打的位置 因為我 我在不擅長的位置嘛 所以我打得差 我會覺得合理 蛤?你會覺得合理 你不會覺得 也不是合理吧 就是我會 我還在學習嘛 然後 你說成績 這一天以前 一網就是 一樣就長一樣 因為你 在你進之前就沒有很好嘛 對啊 都是差相人意嘛 對對對 所以 其實也不太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被罵很兇 真的被罵很兇的時候 是真的19年的時候 就是世界賽嗎? 因為大家原本就是 那個嘛 就是說說 說說大家 真的變真的 我們不是 19年夏季就是全勝嗎 對 我記得歷史上沒輸過 然後 我們世界賽還贏 Funders一場 對對對 第一場贏的時候 大家就 以前都說說的 那時候就 好像真的變 我們LMS可以把他搶這樣子 嗯 所以那時候是罵最兇的吧 因為那也是你第一年 可能有打 因為你是那一年 打那個LMS 例行賽打得特別好 然後你們那一年就很順利的 就是出國去打世界賽嘛 對啊 對 那你們最後也是 就輸最後 可能你們輸了一把GM 然後最後一把打Funders 就是 可能你的位置上 比較被壓制 所以你受到輿論攻擊比較 大一點點 那時候的服業吧 服業壓力最大 那時候的輔助是 Koala 嗯 他也有被罵啊 我怎麼看到都是罵你 沒有 我背比較大的鍋啊 大家覺得 呃 這局GAP嘛 但是蠻正常的 畢竟G2也沒贏方Plyce一場 我蠻贏一場的 欸對啊 因為其實這樣看下來 你們其實 那一年的狀態 你自己覺得 如果你們 呃 當然 現在看似馬後炮也是這個 就是有點回頭看嘛 你自己覺得那個時候 你們是真的有機會進八強的嗎 呃 其實那個簽約很好 其實高級率會進 欸對對對 高級率會進 那時候還很菜 嗯 但說真的也是那時候的賽區 就是其他打野也打不贏我 哦 對對對 加上當年是我第一年打野 其實 呃你現在我回頭去看 那時候的陣容 雖然是 就是組合嘛 我們選角組合 那時候的話 其實說真的我也不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怎麼贏 以現在的邏輯 就是我們那時候是全發育症嘛 呃 你說最後的那個BP 對對 就是我們雖然是全部上場角色 但那個陣容是 你就要踢完來玩 就是坐牢嗎 也玩不了 就是我們三線被壓制 然後打野是劣勢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靠機會 找機會 因為你可能第一年去世界賽 你就這個 那我得說那一年的Jay Team 就是備受期望 因為那一年已經是很 你們去的時候 應該就已經確定是LOS的最後一年 最後一年 對然後你們在最後一場之前 你們都還有保持著一個 可能晉級的機會 就是你們贏就晉級 就是一翻兩盞演這樣 對 你會在打之前就感覺到壓力很大嗎 其實我們是二綱一開嘛 然後第二輪的時候 其實那天的狀態也沒有很好 就是我其實打排位的時候 就蠻知道的 就是我們前面都很順嘛 嗯 然後就是因為比賽前會樂個手 然後那天的狀況 我就覺得自己沒有到很好 所以比賽也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我覺得我沒有盡力吧 所以我也蠻後悔的 其實當下我們輸完的時候 全部人都很難過 就是我們還有提前一週還兩週去那邊訓練 嗯 然後其實中間也發生很多狀況嘛 就是我跟瑞斯特感冒 然後康拉有就是受傷 就是他在浴室 受傷 對就呃他可能洗澡的時候 那地板太滑滑倒了 跌倒 對跌倒 然後反正就很多因素吧 嗯 算可是我們團圓狀況其實還行 就是我們跟RNG 那時候還有Casa的時候沒有贏 然後跟IG也有贏 嗯 對啊所以說真的 其實那年蠻 蠻難過 就蠻遺憾的 就差那麼一點點 其實差一點還好 嗯 主要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 因為那年看起來我們是真的很強 就那時候蠻不很適合我們的中上 然後也可以錯位嘛 但就是太多的各種因素吧 然後輸掉之後睡才難過 那那年之後呢 就是你就沒有再 再也沒去過世界賽了嗎 對 你自己印象中有哪一年 不管你之後在J-Team多待了多久 然後你後面又去DC區 你有覺得哪一年是 你自己自認覺得也還有希望去世界賽 可是就很可惜還是沒有去的一年嗎 其實2021夏天都差不多 我們都差強人一嘛 都是第三名 嗯 然後20是我們春季賽 戰績很差嘛 就是我記得是 第六還第七就輸掉了 嗯 那時候曹哥剛轉中路 然後輔助也是票面不定 就那時候是曹哥或鮑哥 然後那年的曹哥壓力可能太大吧 因為他剛轉中 嗯 嗯 然後那年 因為19年的時候我們是 離行山全營嘛 然後夏天也出國 所以 20年大家也是 滿足 主觀我們 因為我們其他人都沒換 可是就是 春天 呃成績很差 但夏天我們是離行山第一 對 可是一到 就是季候賽版本的時候 就是你那個 奇怪的中路改掉之後 就是我們 中路只有三隻嘛 然後直接變 炒人家理由對不對 就變東餐版本 嗯 結果 我們又直接倒到第三 嗯 因為那時候HQ也打不贏我們嘛 然後 只剩麻吉跟PSG 那時候是塔龍嘛 對 就這兩個XN 但我們就打不贏麻吉 主要那時候版本一改之後 你看 都因幣還有那個什麼W的馬老師 全部都倒 就是玩那種 呃自願流的中全部都倒 然後20年不是東餐加入我們嗎 其實我們春天的成績也不怎麼樣 但夏天 呃我們也是第三 其實我們 就是我們 敗部贏麻吉嘛 之後我們已經 做好BP要打BIG了 然後最後那個BIG打贏PSG嗎 對 就很無言 就我記得那天我們在跟EDG練 然後那時候因為PSG跟 跟BIG在打 然後那時候有看他們比賽 結果看到BSG輸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可是你不會有個感覺就是 欸PSG都會輸BIG了 那你們也有機會贏打贏PSG啊 可是我們 我們打PSG被60啦 我們上一個CES賽就打過了 我們已經被3比0了 但上一個CES賽打的時候 其實沒有輸到那麼多 但下一個CES賽可能 呃上一個CES賽影響 加上 直到明天的對手是PSG的時候 就覺得渺茫吧 所以那天的狀況其實大家發揮的都很差 真的是你最後一年在J-Team嗎 對最後一年在J-Team 那你之後 呃我比較好奇你轉到 DCG的契機是什麼 因為你欸 你跟我同年嘛 你現在也2728了 所以你 所以你 欸對27 對你那時候轉到DCG的時候 年紀也 較大 你那時候有 呃在J-Team轉DCG的過程中 你有想過退役嗎 也沒有 因為說真的 我記得21年發揮的時候還行 嗯 主要那時候那個吧 就是血脈壓制 就是東山一直打不贏風塔 呵呵呵呵 好好懂 所以 而且那時候說真的 因為大家不會說 我跟米萱很不合 跟誰 呃東山很不合 呃東山很不合 就是比賽上的 喔比賽就是 沒那麼協調 沒有那麼的 就你可能會做你的事 然後他就被抓這樣 但說真的 其實只是真的都是版本 啊 你去你如果你翻去21年看的話 你會看到他的角色 完全很像草哥 呃 就是他玩那些 你就玩什麼勒布朗之類的 對勒布朗匿密類之 就看起來就不會他玩 然後 呃呃去年的時候也不是也跟他嗎 對 如果我們打的是世界賽版本的話 我們會很強 但其實 世界賽版前的季球賽 全部都是什麼 呃傑西小炮 嗯 沒有球女 就球女不會進benway的 然後我們就是只能一直選 就是中路是綁球女嘛 然後打野就綁個工具人打野 就冒開 然後試玩這樣子 所以就整體陣容很 很爛 對就是中演雙EP真的很爛 那這幾個 因為你是到DCG之後 然後 欸反正成績也像你前面說的嘛 就可能跟你在J-Team後面幾年一樣 其實都是差那麼另門一角 嗯 就你可能也 我記得你們也都是在什麼第三 然後要嘛第四 對對對 然後 呃之後呢 你就 因為可能PCS的邀請 就是我們會 這個有個慣例 我們會邀請上週書的 這個隊伍的人 不管是後勤或者選手也好 去分析台 然後你那時候在 分析台 因為你的口條 以選手來說其實算好的 然後你就有被 大家就是有注意到 就是你是怎麼 去準備你在分析台那些啊 還是你就是想到什麼 就講什麼而已 主要是 你平常訓練的時候 其實老選手的好處就是 呃假如這個 我在比賽上 做了個play 然後失誤之後 其實教練不太用說什麼 就是你當下就知道 喔哪裡玩錯 然後 然後其實教練下來 就只是要去看一些大方向 就可能我們 很迷茫吧 就什麼配線啊 或者是我們就 贏個五六千 但是不知道怎麼endgame 就教練 大概只會說這些東西而已 OK 好你剛竟然講到說 教練 可能 對於老選手 呃不用給什麼太多的指導 因為你可能老選手知道 但對年輕選手來說 因為 呃 我們現在就可以回到今天的重點 就是你轉教練 這條路 你們現在DCG整體來說 好像我印象沒錯的話 是PCS 現在春季賽隊伍 這個平均年齡最低的 這個 對 算是年輕隊伍這樣 那先聊聊就是你 為什麼今年會轉教練 因為我記得在 上一季你 可能從基球賽淘汰的時候 我都還 反正我都會問你說 欸你還會再打嗎 你那時候給我答案是 應該會再打一年 可是過沒多久就是 你就宣告轉 呃 現在算是分析師還是教練 副教練 副教練 好那為什麼 你這個轉折又是什麼 就是因為其實我自己 對你的了解 你應該會覺得你自己還能打 可是你現在要轉教練 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嗎 還是你自己心態發生什麼轉換 就是你覺得可以 呃 做教練試試看 主要 你說PCS的話 就 去年就10隊嘛 先扣掉那兩隊 然後剩8隊 那說真的 呃 每隊換的打野的頻率不會太高 就是 說真的都是老選手在這樣互相更換 你就換隊伍而已 嗯 然後雖然有幾個隊伍可以去 但說真的也不會想去 不會想去的原因是 大概是什麼 大概是什麼 就是 可能是後段班的 沒有不是後段班 就可能曾經去過 或 或者是 不是你這樣不是太明顯了嗎 就你可能已經帶過那個環境了 或者是就是 因為在其他隊伍 就是圈子很小嘛 對對對 圈子真的很小 其他隊伍就是有什麼問題 OK 所以你也不太想去 解除這樣子 就繼續留在 加上 其實當時加入DCG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們 22年的時候 就有機會可以出國 呃 就是小柴犬那年 只是就是 怎麼說咧 就是那時候狀況也很不好 呃 就跟我們的算盤都不一樣 然後後面輸掉 對 後面 今年轉的原因 就只是我想在DCG就是 呃 真的帶他們出國一次這樣子 那你怎麼不會想用 選手的身份帶他們出國 我現在也是選手啊 我現在登錄 我現在登錄的位置也是選手 那只是因為Riot他的規定改 就是你要多一個 對啊就是要5加1嘛 對啊 可是又不代表我不會上啊 那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前陣子 應該應該有一段時間的 因為最近我們這個665 打得挺好的 他在備受質疑的時候 網路都會有個聲音就是 為什麼你不下來打 那個時候你們的隊伍有動搖過嗎 動搖過嗎 其實說真的老實說 有些人可能有些有 你說其他的隊員喔 對就可能一兩個吧 有機會我也不確定 哦 但我其實沒有什麼動搖 就是我覺得 就呃 教練可能包容度還是高一點吧 就是我因為我知道 他自己的問題是什麼 他也不是什麼操作問題 就是腦袋不好使而已 那問題蠻嚴重的 但是沒辦法 就是因為可能就是賽 上比賽的時候會緊張嗎 會雀場 他會緊張嗎 然後他業餘時期這麼強 就是 就跟我一樣 業餘也吹那麼高 什麼大無星人 然後那時候 他們那個亞洲會奪冠的時候 我記得 上下那種奪冠的時候 我記得還有人來J-TING的基地 然後因為那時候PT有發文嘛 就說 新手妹子玩家 屌虐那個小卡布 那時候J-TING二隊的打野嘛 然後就有延續 就是說他可以打一隊的我嘛 然後甚至 我覺得在網路上這樣可以 但不要來基地 還問我這個事情 真的很好笑 所以呢 後面不是他在MFT嗎 對 我也是馬上打臉他 可能你們的這個 出道的情況有點像 反正就業餘時期都 打的挺不賴的 然後 大家又會催 就觀眾會催嘛 因為如果只看業餘比賽的話 你們確實都很強 對 那你現在 會用比較就是過然的身份去 帶領他嗎 因為他確實最近打得不錯 你覺得他這中間的改變是什麼 你們有 就是後勤教練有幫他什麼 還是他自己做了什麼 不一樣的調整嗎 主要原本就是 我們新戰龍嘛 也是要磨合 對對對 然後 因為版本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那時候我們就一直在試 只是 因為我們試了嘛 其實比賽 比賽的狀況沒有到很好 然後後面我們就不想一層不變 我們就一直去找 什麼東西是適合我們的 那也不算洗腦吧 就是原本是 就是我會直接教他怎麼玩 但現在可能變成誘導式的 就是我會先問他 你這邊在想什麼 或者是你需要什麼 然後幫他去判斷 我可以跟他說 可能跟他說好多個答案 然後讓他自己去想 哪個是最適合我們 然後哪個是對的 就是我說的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呢 你要他自己去想就對了 你這樣玩一定不是對的 對就是讓他知道 他自己哪裡犯了很大的錯 就是你會讓他 換個方式講 就是你讓他先自己思考過一遍 對就是我們不要開上帝市場講 我就會講 你這邊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玩 然後我如果說我對面打野的話 我會怎麼玩 我會這樣跟他講 然後他有時候會反駁 但他就很沒有邏輯 就是他 例如勒 就是 假如 他肥愛R上去 然後 就是有些位置就是跟不到嘛 對 就很像去年小溪 可能看到很多機會開團 但隊友都跟不到 所以大家就覺得他開團太衝了 這要怎麼狡辯啊 這 沒有有些可能就是 真的是隊友問題 就是 他可能沒有先說 就可能隊友點了 點錯一步兩步 喔 之類的 就像那個水晶不是有一次 那個球果搜頭 球果彈出去嗎 其實那別人其實是可以的 對 因為那時候我看了之後 那他有跟我講 是因為 對面上路TP到下路 是我們 可能觀眾沒辦法看到的 然後所以那邊會變成無打式 就是 短暫的多打少 只是那時候的配合差就是 我們中府想打 但是我們的AD跟打野 才可以吃龍 所以看起來 才會變得那麼奇怪 不然如果當下這樣的話 會變得很厲害 我們就是一個判斷很好的隊伍 因為我聽你們其他的 反正就Peter嘛 他說665Z會很需要 自信心的選手 就是要可能別人要 可能吹捧他 因為我們可能聽Might Check 也會看到Oka 就是特別 就說什麼 喔你好猛啊什麼 你覺得這個對他有影響嗎 就是幫他增加 因為他可能 這中間可能在MFT時期 然後去年 欸上一季在WP嘛 可能就是大家已經就是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看社群 但可能年輕選手都容易受影響 然後 而且之前也被捧得那麼高 那現在開始慢慢幫他建立新星 這個情況下 你覺得對年輕選手是有用的嗎 一定有用 就是 雖然就是也是說說而已 但就是話好聽 別人一定會開心嘛 總比講難聽的話 影響別人好 對啊 所以一定會有 會有 但他還是要自己知道 就是 我們哪裡打得不好 就承認就好 不要扯太多有的沒有的 那我們可以再講另外一位選手 因為這一位選手也是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 欸那時候我不確定你轉教練了沒 但那時候你畢竟他是 你的算是 隊友 就是水精靈 他在你在DCG的時候是AD嘛 那他在這一季其實轉中路這個決定 所有的觀眾跟 可能我們主播賽品都會蠻意外 而且甚至會打一個問號 就是我們是 就是 可能會先質疑一下 那這個他轉中路的決定是 你跟現在的主教練 就是怡恩有討論過 還是 就是他自己真的 站出來說就是我比 其他人強 所以你們要讓我打 然後你們經過討論之後 也覺得還OK的決定嗎 其實他也不是說就是 他的中路一定會比我們前兩個中路好 是圓外之地不是這個 雖然可以直翻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但是呢也不是吧 就是他主要是覺得 他跟我們現在的輔助就是不太適合 不太搭 不太搭 就是打法不同吧 所以 加上我們那時候需要一個中路 然後他就去嘗試 然後其實 因為他也看了他兩年 其實他打了一兩場訓練賽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中路是可以的 然後加上有點反差猛吧 就是他現在不是玩了十五十六隻角色嗎 好像十 加上禮拜好像十五隻了 對十五隻角色 就有點反 跟上一個中路有點反差猛 就是 其實老觀眾或主播賽評 或隊友或 對手 都會知道我們前一個中路就是兩球一拳 對對對 然後現在變成就是 我們的中路 所以變成大家看比賽就是想看爽的嘛 不然像好幾年這個比賽都是 全部都是不然下午講版本 或中野版本 選角色全部都一樣 就你播比賽起來 我們的角度就是 反正我大概知道你要選什麼 對就很無聊 對 那現在變成就是我們像剛組件的DC劇一樣吧 嗯 就是大家猜不到我們要選什麼角色 然後變得很靈活吧 就是大家 壓力不要那麼大 就玩得開心一點 因為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剛組的DC劇的時候很好笑 就是我們剛確定好的時候只有三天訓練的時間 就是我跟Licky 然後Nasty 水晶跟無敵 然後因為水晶是新人嘛 所以我也不認識他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 但那時候我們三天訓練的時候 跟巨炎練的時候我們還贏 而且是很虐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大家其實 老選手帶一個新人的時候他挺好 加上那時候 我記得四天後就比賽 那時候打JT 結果那年吹很高的JT 22年吧 就是UNIBALL跟空樂隊組合的時候 然後加入的時候 我們還訓練三四天 他們訓練了兩三個月 結果第一場輸給我們的時候 真的真的很好笑 我現在印象還是很深刻 從你現在的表情 跟你這個情緒看得出來 你還是蠻爽的 這真的很爽 因為其實2020年的時候大家也在吹HQ很強 因為那時候還有力甫 然後加那個Made的中野 只是他沒有打贏我跟曹哥的組合過 所以真的挺好笑的 他比賽選了那麼多隻英雄 我可以問一下他真的團練每隻都玩過嗎 還是有一些是 可能當下BP到後面 可能你們紅方圍選 然後Festyle他覺得可以 然後你們教練團也信任他 才讓他玩 因為你不可能 團練你一天就幾場 然後你要每隻都團練過 這個我是不信啦 就是以我帶過隊伍的情況下 我是不相信的 主要是 我覺得還是有點天分的關係吧 就是 因為他以前是打AD的嘛 所以打AD轉中路的時候 其實很多角色都會玩 就除了 可能坦克角色比較不擅長之外 其實那種戰裝法師跟射手類 他都挺擅長 因為可能射手當然不用說 因為他以前是玩AD的 那戰裝法師他的概念可能比較接近 就玩起來的玩法可能 就對線就長那樣 然後可能關鍵就是你後面的技能上的 釋放的這個可能準確度而已這樣嗎 嗯 戰裝的話 主要你可以去看一些很強 叫LPL的中路選手的第一視角 去學習他們是怎麼去對線 然後那些角色其實 有天分的選手就是 摸個一兩場就會了 然後我們團練的話 就不太會去一直嘗試 就是選一些我們已經會的角色 我們去選一些 就是我們不擅長的 或者是我們有機會出道的 就是 其他一個奇效這樣子吧 剛剛你有提到另外一個點 就是我們中野的部分聊 我們聊這個歐卡的這個地方 因為你剛有提到就是水精靈角 他跟他搭不太起來 那可能就我的了解 當你今天搭不起來的時候是 呃 我不會覺得是一個人問題 一定兩個人都有點問題 對那你今天站在一個後勤的角度 你們的處理方式是 喔可能水精靈他提出他 要換到中路位 那你們也這樣做了 那如果今天他沒有換到中路位 你如果你在 你現在是教練的身份 你會怎麼去解決這個可能下路 雙人線搭配起來 可能不協調的問題 就因為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就是喔我換個路就解決了嗎 嗯 還是因為有些隊伍是直接換人嗎 那你會怎麼解決 怎麼解決嗎 先看是什麼問題 因為下路一定是兩個人的問題 對對對 可能有一個比較喜歡打兇 一個比較喜歡打穩 嗯 那時候就是一定要協調 不然他們下路線玩不了 所以那時候協調 要嘛是一個人妥協 要嘛是一個人犧牲 要嘛是一個人犧牲 要嘛是其他人去幫助 就是多點 呃多給一點幫助 要嘛就是解決這個人嘛 就是你剛才說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最快的方式就是 是因為我們剛好有缺中路 所以就換 呃水晶去走 然後換一個泰德去跟歐卡這樣搭配 那泰德跟歐卡搭 就比較沒有上述之前的這些問題嗎 主要是可能跟個性也有關吧 就是可能水晶會比較強硬一點 OK 就是他其實說的都是對的 然後我們的歐卡可能就是 他也理解但是他覺得 呃這也不一定是對的 蛤他能理解 他能理解 但好我先理清 第一個部分是 如果你站在教練的角度 你會覺得他們兩個可能 彼此在討論的情況下 你覺得水晶靈講的比較 呃合乎邏輯 這樣嗎 合乎邏輯那我也比較喜歡 你也比較喜歡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打訓練賽嘛 你說大家都會說訓練賽 就當比賽打 呃但說真的 欸很難有這個心態 很難 因為因為訓練賽對面也會送 我們也會送 所以我們都能包容也可以接手 但比賽就是大家會打穩 不會太 打那種太 呃積極的東西 嗯 就是太會送頭之類的 就那種投資報導率太低的話 他們都不會去送 所以 呃他們團結這樣子我可以接手 但比賽的話 我就 呃如果那些犯一些 沒辦法接受的話 低級失誤就不行 就是會很無言 呃 然後下來我也不會跟他們說太多 就讓他們自己看看 自己在玩什麼東西 就是 那你這樣會變成下路的 可能 以你們這一季啦 就是歐卡配泰德 就是會變成 話語權 歐卡會比較大一點嗎 話語權也沒有 就是我會希望泰德就是 呃他們下路線就變得比較基本吧 就是他們希望怎麼玩的話 我希望他們一開始就講出來 OK 然後當下就是 該說什麼就說什麼 啊如果玩不了的話 就看是誰的問題 對啊 然後說不定也是打野的問題 說不定也是中路的問題 所以不一定是下路的問題 就還是看情況 目前這樣我聽下來啦 因為你才帶這個隊伍 也還不到一季嘛 嗯 就感覺你好像 很友善 然後 也很滿願意傾聽別人 這個聲音的人 我對你的了解是這樣 你覺得這個有影響到 你後面的帶隊風格嗎 因為剛聽下來好像就是你還是會 先以他們的意見為主 然後你再去輔導他們這樣 你覺得這跟 每個教練的帶隊風格 都是會受到影響的嗎 我覺得風格是 就是看每個人吧 但我覺得當選手轉教練的好處就是相符相成 就是 有一題不是問就是 沒有成績的選手去帶 新人的話或隊伍的話會怎樣 你算是有成績的啊 就是有成績也 也不要說成績吧 我覺得有經驗的選手去帶新人的話都挺好的 因為如果你是帶老選手的話就是 因為我說過嘛 老選手今天也比較多 他也知道哪裡犯錯 我們就只要就是幫他決定一些東西 就是後期的決策啊 或者是一些判斷上 然後哪裡玩的不好的時候點出來就好 那如果新人的話就是因為你有成績嗎 或者是你是有經驗的 然後他們比較菜 所以你就去講 他們比較能接受 就我覺得老選手跟年輕選手的差異在這 那你會 因為你可以說他們 好因為他們比較菜 就是你可能灌輸他們東西 他們會 比較可以接 可以願意吸收 嗯 然後吸收的也比較快 你會覺得這在你當教練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成就感的來源嗎 不會我覺得 不會喔 我覺得成就感只會 因為在於就是我平常跟他們念的那些五四三嘛 嗯 然後他們在比賽上真的有做到 就是 喔那就是有啊 那就是 但我覺得就是 算我們 我記得我們最後一場打地獄最後的時候 那場 明明就很優勢 我們贏個七八千 玩得很莫及 就是很很怪 然後下來真的很不高興 但我也沒噴他們 我就讓他們自己好好的想一下 因為 因為那場是最後一場比賽嘛 嗯 然後隔天會放假 所以大家星期都飄掉了 喔OK 對 因為我當選手的時候肯定會這樣 所以我能包容 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要讓他們自己證實就是 假如這場比賽輸掉的話 那其實 他們會不會給他們什麼好臉色 就你還是會讓他們自己先想過 就還是要讓他們知道 他們可能覺得 呃就是 可能上一場太無聊了 所以這場打得比較瘋 嗯 然後這場就差點輸掉了 就是對面又送回來了 我們一下也不是因為我們厲害 只是對面菜 嗯 OK 對 所以我們也不要知道說 我們是很厲害 就如果我們以後還這樣打的話 以後也不會贏 所以就是要讓他們證實就是 我可以接受你們就是彎得很開 嗯 但是呢 你們要知道自己這場沒有打得很好 雖然就算你個性這麼好 但我覺得當教練難免 而且你又面對到這群很年輕的群的時候 你目前 在這個 春季例行賽的部分 你目前你有印象你有爆氣過嗎 就是真的很生氣 然後可能是 為了可能心態啊之類的 你你有目前有生氣過 因為你跟 你跟伊恩我都認識 兩個都是算是個性很 很和善的人 就是好像不太會生氣 那你自己有印象 你最生氣是哪一次嗎 就你可能不一定要這個 爆噴 但你心裡真的靠要很賭爛 有幾個吧就是可能 我可以接受就是玩得爛 然後我們不要就是拖泥帶水 就是我們要去檢討這個很無聊的問題 就是玩得爛你下次玩好就好 因為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可能是我們其他沒有看到其他問題 可能是我走錯一步 或者是我慢回家之類的很多很多 但我不能接受就是可能 隊友跟你說可能 下路被擠大波線嗎 然後 打野說一句你們會被躍嗎 下路說不會 然後中路也說 中路對面先快 然後他們有可能兩種方式吧 就是 一個是對面中路來下 把他們躍了之後 然後他們跟我說他不知道 中路跑下了 我就會生氣 我不能接受 我不知道或我沒聽到 但我能接受就是 原本你們不會被躍 但你們玩太差所以被躍 這我能接受 就是你們下次玩好就好 或者是 你們可能沒辦法判斷 我也能接受 但我沒辦法接受就是 我沒聽到 我沒看到 我不知道 就是你 就會變成我不知道怎麼檢討 可以換個角度想 就是你好像 如果我們以團練來說 我們不要以比賽 團練來說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人是不是也沒有很進入 團練的這個狀態 就打的比較隨便 因為如果你是教練 你會在旁邊聽 你都聽到了 主要他們會告訴我他們知道 但是其實你從畫面來說 是不知道的 就是有一些會打交換 就是下路沒救了 那我讓下路去死 那我們中山可能就是盡量的去 掠奪一點資源 然後去交換 然後後期就是接管 你們下路就是死 我們保發育 你們保發育就好 但是呢 就是他們都說知道 但是也不把線多輕一點 就多吃一點 吃一試一點 然後大家可能去繁衍 就給中山壓力 但都沒有 這時候就會很無言 好你只是 你口述上你說很無言 就是我當下會 很嚴重的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 那你們畫面得做出來給我看 那他們就也不會說太多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也做錯了 自己的問題嗎 所以就 下一場或者是之後就會改了 對就是我 我可以接受就是 以後有時候會忘記 但我沒辦法接受 就是一天六把訓練賽吧 結果你可能 四把五把都這樣子 那你就代表你太嚴重 你太浮誇了 太離譜了 所以我就會對你比較 會盯你比較嚴重吧 像我的個性是 假如說今天我跟你講過這個問題 你可能過兩天再犯 我會超級不爽 你不會喔 就假如說他今天發生這個問題 然後好他過一個禮拜 他又發生這個問題了 主要我曾經當過選手 所以我能接受就是 很多人就是 因為兩點團練嘛 對 然後可能剛睡醒 沒有進入狀態 就手還沒熱嘛 我能接受 或者是下午七點第一場 那可能剛吃飽 剛睡醒 我也能接受 但我不能接受一天六把 你有三把四把這樣子 就是太 頻率太高了 就你這樣子 團練的 就是用處就不大 因為你都是爛 不不不不 你都是搞在你自己 可能狀態沒調好 你就是浪費大家時間嘛 對啊 就是我們訓練賽版就是 看這個陣容是不適合我們 或者是要怎麼去應對其他人的陣容 就你沒效益啊 這個團練就是 沒有任何成效 你看不出任何東西 這個對你們 可能後勤來說就是 這把團練就沒有意義 就在浪費時間 對對對 那 你自己以前是從 你也講嘛 你是從選手變教練 那 當選手的時候 你一定有 可能特別欣賞某位選手 或者是你打野 你可能會看哪一個 可能特別厲害的打野 假如說 現在比較強的可能owner啊 可能carnave之類 那你當了教練之後 你自己有 比較喜歡 開始 注意到哪個教練 或是喜歡他的風格 然後因此去效仿他嗎 因為我們畢竟 剛接觸一個 新的東西一定會有一個模板在嗎 嗯 其實效仿教練沒有 因為我 我也才帶過兩個隊伍嘛 帶我的教練 就只有小風 風哥 狗巴 凱淵 飄飄 然後 洞洞跟伊恩 其實六個七個教練 不一定要自己帶過你的啊 你可以看那個外賽區的 之類的 就是你會覺得 這個教練的BP風格哇我好喜歡喔 之類的 但BP風格不代表這個隊伍適合 喔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只要去找我們隊伍適合什麼就好 對啊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效仿的 所以你現在還是比較偏在一個 就是我覺得 你還在摸索 也不是摸索吧 我覺得就做自己吧 我覺得就是做自己也不用去 就是別人一定有做的好的地方 那我們去去去看 然後他哪裡做的好 因為他一定有做不好的地方嘛 就像我們可能很喜歡看T1比賽 對對對 但他們從好幾年前就是 呃他們的BP就在走鋼索上面 對 但其實呃 粉絲都很兩面嘛 就是贏的時候就說喔好厲害 但輸的時候一定會先 往那個教練師上噴嘛 就是說為什麼要這樣選這樣子 又在走鋼索 對 就是贏輸贏都很兩面的 嗯 所以我覺得呃 贏了不代表就是BP做的好 我覺得贏了 就只要選手在場上發揮的好 他們有技術 我平常跟他們說的話的話 我才會自慢 不然我覺得教練 還是比選手比較理性 比較務實一點 因為我覺得選手就是要一個自信 如果你開始前就覺得我不會贏的話 那說真的 你發揮都不會得到很好 就是假如他五個人都知道今天不會贏 包括教練都覺得不會贏 但其實也不要直接說出來 我覺得上映的還原就是 其實假的 假的說一說一說可能就變真的 或者是對面狀態也不好 然後就真的讓我們把揮到機會 那好 既然都講到這個信心的問題 就算你說可能我們 覺得打不贏 我們也不要點破 那因為你們在 應該兩三週前 你們打贏了PSG嗎 你們在打之前 你們有想過你們會贏嗎 其實我們從開季前的時候 感覺打每隊都會贏 說真的 認真的 真的嗎 因為你每次都跟我這樣講啊 你以前當選手的時候 我覺得我今天打誰都會贏 選手是因為自信 然後那時候其實 訓練賽的效果也蠻好的 發揮也蠻好的 比賽的時候可能 因為以前Ball One 其實很多時候都沒辦法翻 就是我們很少五個人都在線 就是狀態 就是Ball One容易發生意外的點 就是你今天有一個人戳了 可能那一把就沒了吧 對啊 然後Ball One可以調整一下 Ball One就是 我只要我今天發 第一場打完之後 只要今天發生 那個發揮不好的話 那教練可能就幫我調一些 可能角色比較適合我的 或者是壓力比較那麼大的 其他人幫忙多負擔一點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Ball One跟Ball One的差別在這而已 就是好啊 我們就講打贏那個PSG的那個BL3 你們假如說我們到1比1的時候 你第三把再上去的時候 你會 你會幫你的選手灌什麼雞湯嗎 還是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帶隊也會有種感覺就是 我覺得我們今天 可能今天打的對手很強 但我覺得我們會贏 的那種感覺 你當下有那種 進入那個狀態嗎 不太會就是 因為第一把贏了吧 贏的時候 其實大家自信都蠻 蠻高的 就是覺得第二把還會拿下 那其實第二把我們也會贏的 但就是後面我們打 玩的太 就送掉了嗎 就玩的太臭了 所以才輸掉 不然我們其實一二把都是贏的 那第三把也是 就是我們也輸嘛 但就是 看誰 失誤比較多 哪邊就輸了 就是PSG 輸入比較多 所以我們才贏的 那因為你們在打贏PSG 那個BL3的時候 你們 也可以說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這次賽事的關係 你們就是 很可惜沒有到領先者組 你們是到那個 就另外一區 那你們到另外一區之後 我記得也是三連勝嗎 你們覺得 你會覺得你們在打贏PSG之後 你們算是找到一個 很正確的方向嗎 還是打贏他們間接 影響到了你們的士氣 就你們現在覺得 因為你們現在BP是最花的 老實說 在播你們比賽 BP是最難猜的 就是因為你們 可能中路的角色值很深 然後你們角色值 錯位的這個 可能性也比較高 那 你有沒有覺得在可能 是在哪一個時間點 就是這個春季賽哪個時間點 你覺得你們的隊伍 好像 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答案的感覺 應該是說 是輸完FAK那個那週吧 就應該第三週 第三週 就是剛好 而且是輸完 禮拜五打FAK 禮拜天打PSG 然後禮拜五打完之後 我就跟水晶討論 就是我覺得我們 不要再選擇寫角色 我們就是改 那些角色是 比較自視的角色 就是對 就是像LCKFL 可以選擇角色 就我覺得那些角色 我們玩不適合我們 雖然可能我們訓練賽和前輪比賽 發揮挺好的 但是呢 因為到後期 就是大家 隊伍實力都差不多 然後其實我們 就是下路沒有到那麼厲害 這時候 我們得 花一點心思 就是選角在我們 拿到更大的優勢吧 拿到加密加號 對對對 所以我們禮拜天的 BP才很滑 然後之後就是 也造了這個模板 因為是成功的吧 也是PSG 所以我們之後的模板 都差不多 以往的BP都是想 就是最難的 所以會很難做 就是 最難的BP是什麼意思 就是 因為是自己跟自己BP嘛 是 因為會知道我們自己要玩什麼 假如 我們BAN了這些 他們BAN了這些 然後他們藍方可能搶了 我們這隻角色 我們要用什麼應對 之類的 就是這是最難的 如果他們選了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選出一個 能應對的角色的話 那我們這個BP就是不對的 那如果有好應對的話 那個BP就可以成立 那因為你也猜不到 對面到底會BAN什麼 所以我們就是見招猜招 就是他們可能多BAN了什麼 那我們就多一個BAN 我們可以BAN其他角色 如果他都沒BAN 那代表全開了 如果我們是紅方的話 我們必須拿優勢 就是拿兩隻 然後和五樓的Counter 跟四樓的先選 對阿 就差在這裡而已 所以我覺得BP難的是在這裡 但因為現在靈活性變高的話 所以我們BP其實蠻好做的 懂 就是因為你有很多的錯位 所以你反而是把 就是像你剛說的 你們可能一開始 在打FAK之前 你們就是有點 可能照著版本選 然後見招拆招 就在BP上面是處理比較被動的 但你們現在因為選了一堆 很多可以錯位的 反而是把問題丟給對方 那只要對方解答的不好 你們自然BP有優勢 那你們可能前面打得比較舒服 可能臭一點沒關係 但你的優勢大到可以贏遊戲 大概是這個概念嗎 主要就變五個箭頭吧 就一網我們可能只有兩個箭頭 三個箭頭 但其實只要有一個箭頭 兩個箭頭沒有發揮好的話 那場比賽就很難了 就是我們前期如果做不好的話 因為我常常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前期都做不好 也不用看後期 因為你前面假如都輸個三四千 那那個等級跟裝備 對面領先的話 其實你團打的再好 其實都很難贏 就是對面玩的不好而已 不是我們玩的好 所以我們要去改善 就是有前面 不管是溝通啊 不管是什麼眼味啊 就是那種基本的東西 不要再算 就是細節的東西 對就是如果要變強的話 強隊就是強暗細節 所以你可能看就是000的比賽 但是為什麼 對面可以贏個三五千 就是他們在細節上 就做得比我們好太多了 因為你跟Ian都算是年輕的教練 然後再帶年輕的選手 可能就我一個賽品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你們都 這兩個教練跟選手 都一樣慢慢的在進步 就是你一定也在慢慢學習 怎麼可能剛轉然後 你可以很這個 用選手的角度去看 你的現在所帶的選手 但你一定還是可能在之後 會慢慢學到更多 這個可能當教練的 算是一些可能小Mega之類的 至少我當教練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你會越知道 你要怎麼去帶選手 因為我們可能說 可能要帶新啊 或帶一些有的沒的 但目前看現在你們的 整體隊伍的氣氛 算是蠻好的嘛 因為你們現在是處於一個 連勝的隊伍 那目前 因為你們要打季後賽的第一輪 然後你們的對手抽完錢 你們是打誰 GD啊 就假G2 假G2 那目前 因為可能剛打完 然後 今天是禮拜二 你們可能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比 你們在這方面打這個外賽區 就他們是別的賽區 LCO賽區 你們自己做功課的分配是 你跟怡恩是怎麼分配的 就其實 其實大家都會去看他們的比賽 然後大概這樣看一看 就 BP會有一個模板嘛 然後他們上場有什麼角色 我們能不能應對 如果不能應對就BAN掉 或者是能應對的話 那我們要用什麼角色打 其實就這樣 因為以前 LCO有 去年的時候就有來打嘛 對對對 所以我們也都有打的 所以說真的 其實 也不太懼怕他們 就大概知道實力 他們大概目前在哪邊 對啊 就其實都差不多 那如果之後打到LJL 會比較緊張嗎 其實不會 因為你團練的對手 本來就是 越南日本比較多 其實你都會有訓練賽道 所以其實還好 就真的只要看當下狀態 就選手狀態好的話 然後BP不要出錯 基本上很難輸吧 那你會擔心 因為你的選手都偏年輕 然後 硬要說的話 比較有季後賽經驗的 應該只有水精靈 可能還有歐卡 就只有這兩個 你會擔心其他三位選手 在比較沒有季後賽壓力 然後 沒有季後賽經驗 然後 可能形成他們比較大的壓力 這點的問題 因為包括你自己 在帶隊你也沒有 因為選手跟教練 畢竟不一樣 你可能 季後賽BP的壓力 會相對大一點嗎 嗯 BP壓力一定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是BO5 對 沒有一樣是BO3 BO3前面是BO3 那所以 那不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前兩陣型賽 就打BO3 只是換個對手 你就幫他當團練打就好 那你會怕你的選手 就可能緊張嗎 之類的 因為沒有什麼季球賽經驗 沒有緊張一點回來 就是你太久沒比賽 或者是剛比賽的時候 一點緊張 但就是 進入遊戲的時候 進入狀態就好 OK 那反正 因為你們算是第一週就要打 然後 是 應該說你們要慢慢的往上爬 那你自己有沒有先預設 或者是你自己有沒有想法 你覺得你這一 以春季賽來說 你的目標是什麼 目標 對 因為那個抽籤其實是蠻好的錢 就是我們這樣最多就打BYG 欸 對 就打 打BYG跟打FAK 打BYG比較好 確實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贏兩 就贏假G2跟BYG 我們就進 進六強了嗎 就第二階段 就第二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看怎樣 就第二階段 就最少要第二階段吧 就你目前的好 我們就把目標放在第二階段 對 因為其實第一階段說真的 還是PCS比較佔有 他們這樣也是取幾隊啊 取三 取三隊嘛 取三隊 得說你們是開第一走高的隊伍 然後可能在BB上對你們來說 其他隊伍在對上你們也沒 也比較難做一點點 這個是你們的優勢嘛 劣勢就像剛剛講 可能年輕這個選手 不知道季球賽會不會 可能搞一下這樣 你這個你也不能控制 OK 那你自己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自己在當教練這一塊 因為你才算登陸選手嘛對不對 所以你回賽場還是有可能的吧 你最近自己還有沒有在維持 你這個積分的訓練練習 其實就沒有碰遊戲而已 但說真的 其實你看比賽看團練 看遊戲內容 可是操作會有差啊 對啊 就我覺得那些退育的選手 其實都還能回來打 但問題就只是在於 就是我想的到畫面 但我做不到 做不到 對就此差這邊 但我覺得還做得到 畢竟我覺得我還能打 畢竟你看啊 菲克也才27 也是1996的 他能打我 我憑什麼不能打 對對對 就是我很欣賞蔡胖一個點 就是我覺得 從我學生時期認識他 他就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而且 我覺得他在當 隊友的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隊友 以前我們打比賽 你一定是對上最強的嘛 我們一定相較差 可是他從來沒有怪過我們 那我覺得這也反映到 他現在當教練 他比較不會去可能 用很嚴厲的刺貌去 責怪他現在所帶的隊員 我覺得這個環境其實可能也 間接塑造成DCG一個 算是很好的化學效應 就一群年輕人 然後目前 你們可以算是 目前PCS觀眾會 期待你們看到比賽的隊伍 我覺得這點很難得 嗯 畢竟就是 會選一些比較出奇別的角色 對對對 然後比賽看起來是好看 重點是你們玩得出來 我沒有看過其他後段班的 你也選一堆很怪的 但他們玩不起來 然後又玩得很醜 教練GAP 好 對好 那我覺得今天的內容 滿扎實的 然後也從 呃可能 蔡胖的業餘時期 到他現在當這個 當到教練 就是算是一個滿完整的訪問 然後 就是最後也希望你這個 轉教練之後 就是好好加油 看有沒有機會 去到 成都 成都嗎 有點難 我原本想說 畢竟你打過一年世界賽而已 說不定你最後可以 因為很多選手都是 在當選手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麼好的成績 但最後當教練之後 反而圓夢了 對希望你有一天也可以 達到 這個境界 那今天這個 欸 Podcast要在這邊結束 那下期再見 我是主持人六滴 我是滴系列的教練 哈達 好大家掰掰